怀生不是说你进监狱了吗 林小姐 你应该知道了 我跟怀生有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真的忍心让我去坐牢呢 不过是对外放出来假消息吧 你和怀生 连结婚证都没有 就算你们有一个儿子 也不过是私生子罢了 林浅浅 怀生不过是跟你王儿爸 你一个冲喜的流产 根本不在意 但我的孩子又不一样 他很喜 你之前嫁给怀生 不就是为了钱吗 想要多少 你开价 你给不起 你别给脸不要脸 如果傅怀生因为这个孩子要和我离婚 就让他亲口告诉你 刚给你卡比打了一个亿 收到了吧 收到了 洪小姐果然大方 你放心 我会保守秘密 我还让你帮我干一件事 怎么吃 让林浅浅和傅怀生离婚 富少富人的身价可不止一个亿呀 试成之后我会再给你一个亿 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孩呀 长得那么可爱 你觉不觉得他有点像傅子吗 该不会是你听最近的八卦了吗 洪小龙带着男孩去医院 长得和他还有点像呢 姐姐我是来找爸爸的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 傅怀生 我跟妈妈说他是个很厉害的人 你再说一遍 阿姨你好凶哦 我爸爸叫傅怀生 我是来找他的 傅总 你儿子来了 爸爸 小朋友你别乱叫我 傅怀生 你到现在都不承认 你在外面有个儿子 他跟你长得这么像 能是假的吗 浅浅你听我解释 爸爸你不要我了 是谁让你来的 我自己要来的 其他小朋友都欺负说我没有爸爸 爸爸你为什么不要我和妈妈 先跟我回去吧 其实我这次来 是来退婚的 我看两个孩子感情挺好的 为什么退婚 你们都被林浅浅这个医女骗了 她有虐待情 从小她就虐待小猫小狗 长大点就虐待她弟 要不然她弟弟怎么成了自闭症 她对她弟弟挺关心的 上次林浅不见了她很紧张到处找 她这是愧疚 我从小把她送到乡下去 就是不想她害人 这次来 也是听说副总 在外面有个儿子 这孩子始终要认足归宗啊 万一 让前面生了这孩子 后不堪设计 顾国华 你还在炫派人 你瞧瞧 对她亲爹都是态度 简直无法不听 从小你就把我和弟弟丢到乡下 让我们自生自灭 现在你想起来你是我爹了 你尽管一前父亲的责任吗 你 浅浅是我太太 谁敢欺负浅浅 就是跟我傅怀深过不去 哎呀 姐姐你为什么故意转我 你不喜欢我吗 姐姐你为什么故意转我 你不喜欢我吗 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 怀深 她是你儿子 我不知道 浅浅 我说她没错吧 浅浅 你可一定要看好这孩子 林浅浅这个逆 你抱我心强 手段很多 万一伤了这孩子 那可就麻烦了 坏师 你跟我说实话 那是你的孩子吗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打她 但她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 我不会占着 傅家少奶奶的位置 毕竟 我只是你们傅家 奶奶冲喜的新娘而已 谁说你是冲喜的 浅浅 你别胡思乱想 哪是 肉 你不能生活 无论 它是不是我的儿子 我的太太 只会是你 冷 好冷 奶奶 我好难受 我的快速了 妈我先找了些退烧药 你去给他吃吧 不我不要吃 他想毒死我 你先回去吧 我来照顾他 我想回家 呃我要见妈妈 呃 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我就算想下毒也不会这么蠢吧 我想见妈妈 好奶奶这就去找你妈妈啊 他这就是风寒引起的感冒 这点绕着 怎么会突然风寒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奶奶我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 往常在家里 妈妈也会抱着我睡觉 我才不会踢被子 老婆你没事吧 你跑出来了 妈妈很担心你啊 妈妈 你这个手怎么回事啊 晴晴晴明明只不过是个孩子 你怎么忍心啊 他撒谎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 他这么小怎么会撒谎 就是怕他威胁到你富少太太的位置 你不选灵明我带他走就是了 不能走 林浅浅她不是这样的人 等你调查清楚再说 阿姨 我承认之前 做了对你不好的事 但是我也是为了孩子着想 小毛和桓生的心 您正言顺的成为富少太太 求您 给这个可怜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我 你这就别闹着冲 你这就真的可能满的 你这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探討你 你毕竟子 любов Ni 说回去 我是一样 我找你 我感觉 我做了 我感觉 你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狠 你简直不配当妈 越带恒利用这么小的孩子 你简直不是人 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错 要不是你下钱给我以怀生 他也怎么会这么对我 我从头到尾爱的都是浅浅 不是的 怀生 你爱的是我 你一定是被他蒙蔽了双眼 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 你这么相信他 浅浅比你好千倍万倍 至少他心地善良 不像你这么恶毒 算计我总要付出代价 洪小平 以后娱乐圈 不会再有人找你拍戏了 怎么可以 怀生 你要封杀我 来人 将这对母子狗赶出去 阿姨 阿姨 你救救我 你要是不答应我只能带着孩子去死了 怀生 放过他 就凭他诬陷浅浅 我也不可能放过他 像他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我不会再让我的浅浅受到一点伤害 不会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求你们给我一条活路 怀生 洪小龙自然是罪不可舍 但是明明还小 他正是需要妈妈的事 好了 以后要是你再敢伤害浅浅 别怪我不客气 林浅浅 这个贱户 我一定要让你将近日支持加本货 优优独播剧场—— County